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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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跟随道场脚步修行的人 不用一两年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的肩头的 业障的重担 轻了 头脑清醒了 本来郁郁寡欢 心里老是压着 忧愁 苦悶 现在重视了 中午没有便当吃 你心情也 差不到哪里去 你欢喜自在 为什么 你发现自己是基忧骨 活得有希望 我等一下 又要去 发佛书了 明天还有打灾 后天 还有什么法会呢 你的人生变这样了 你高兴了 你心里安了 你觉得我以前做的种种的罪过错 我来到一个殊胜的道场 实修强而有力的法门 有没有在进化 有没有实修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到街上去 看到我们这样修行的道场 有几个 有吗 不容易 是不是 一般来学佛的人 他不想要有压力 像现在呢 追求事先的 五欲的人 你跟他讲 要不要听听佛法 佛法什么好处 佛法好 佛法让你心灵自在 放松 没有压力 对不对 当他一坐下来 这么好的事 好 听听吧 要不要钱 当然不用 还送你苹果 可以 听听 他就查说来客吧 他以为他来点餐的 结果一听 讲到业障 讲到因果报应 不是说没有压力的吗 不是说放松的吗 怎么讲这些恐吓的话 我很有压力 我很烦 我平常在做的事都说明 在你们这里 我好像都要下地狱了 你看到欧美弘法的 一些 那些出家众 那些人不切 聊天的时候 他讲什么 在欧美 很多场合 欧美人士 他只要听到 你讲轮回过患 因果业报 下面那些 外国的朋友会怎样 你知道吗 他们会开始批评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好像不懂佛法 这个法师讲得不好 他讲得让我心里很恐惧 我不爱听 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人活着就是说我活着嘛 对不对 我就是要享受活着的一切 我喜欢我爱的 我要尽情去追求 其实 他尽情去追求的每一件事物 严格讲起来 每一件的人事物 去追求的 后面都有痛苦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失望和沮丧 甚至错愕 很多事不断的在变 都不按照他的意思走的 为什么 佛陀讲的无常 所以他没有佛法 忧郁症很多 你看那天来一位医师 但是说 中国的医师 台湾的医师 跟欧美尤其美国的医师 开药不一样 台湾医师很爱加什么 胃药 对不对 某某的给你加个胃药 对不对 美国医师他每一个人 几乎每一个人都开百忧结 他们都有忧郁症的顾虑 所以他们的百忧结这种用药 是非常多 大家都在吃抗忧郁的药 抗压力 抗焦虑的药 所以你说美国 他的居住水平很好 他是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他忧郁 焦虑的人这么多 这么普遍 没有佛法是不行的 我前几天讲到 教主在菩提树下 当我们看着他 骨瘦如柴 满脸的虎渣的头发 上面堆积了很多的鸟粪 每天吃一麻一麦 专注在思维 专注在禅修 我们觉得他就是苦到极处 不理解的人还以为这就是自虐吗 佛教是一种自虐的修行吗 是苦行吗 苦行的人 那是刚开始想要用这种法门来修的人 他会觉得苦 苦行的人不感觉苦 佛陀在菩提树下 骨瘦如柴 专注于禅修 他没有感觉苦 所以我们同修 也没有什麽好骄傲的 比一般世间人 没有修学佛法的 稍微精进一点 稍微听多一点佛法 稍微持一些戒 稍微念一些经 做一些善事 稍微发心一点 也没有什麽好骄傲供高的 对不对 但是也很庆幸 解脱的几率也大了一点 业障忏处的实证也多了一点 一年一年这么实修下去 大家真的会得到一世修成 这辈子修不成的人 你不要再暧昧了 一世修成我没办法 那个是高僧大德才有 你这麽精进可能你才有 我没有办法 你在暧昧 你在卑劣我慢 你在假装自谦 你一世修不成 你来世很难有机会 你要遇到这种道场 要遇到这种上师会这样要求你 一直去做善事 去持戒 去弘法 去弘法 你这些可能没办法 我实话跟你说 你去问问一些 跑道场的老修行 你去问他 可能没办法遇到 所以你来世 你这世没有修回去 你来世就很困难了 稍微有一个烂桃花 露水因缘 它就可以把你留在三界六道的轮回 生生世世修不回去 除非遇到善知识告诉你 这个要怎麽处理 除非遇到深安佛法的人 告诉你这个怎麽化解 你告诉你 不然你没办法 一般人就认为 不是他爱我 我也爱他吗 我爱一个人错了吗 事情这麽简单吗 对不对 这个鱼游过来 死了 死了被拿到鱼滩上 我拿回去煎了来吃 我错了吗 事情那样这麽简单 是不是 我喜欢这个人 后来我讨厌这个人 那就他走他的 我走我的 是这样吗 很多事情超出你的想象 为什么 凡夫众生 人类的智慧 非常浅 包括现代的这些 最尖端的科学家 医学家 生物学家 他们不断去开发崇高的领域 等他去证实一个理论 佛经里面不知道多久以前 2500年前 都已经写好在等他了 你现在才证实这个 佛陀这2500年前都讲了 所以我真的鼓励头修 一事修成 咬着牙齿 心中要生出智慧眼目 要有定见 遮善坚持 然后呢 就像是虚空中传下来的金线 抓住了紧拽不放 不要再错过 今生就把它修回去 那对于自己能够来共修 能够来做种种的慈善功德 每一次都要把握了 你看呢 七佛通界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啊 这修行 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非常的简单啊 诸恶莫作 所有的善事善业 依教奉行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把它反过来 大部分的人 诸恶造作 众善少行 偶尔做一两件 可以拿出来 读人家嘴一生 要不要布施一下 布施我做过了 哪一次 我幼稚园的时候 布施 老师说我第一名 好像 善事哪有在显多的 善事永远做不够 所以就是 没有办法自尽其义嘛 对不对 我们的相续 就是那么样的 不清净 怎么合乎诸佛教界了 是不是 所以 期待大家 一世修成 这一世 往生净土 就会非常庆幸 多生累劫 都是随便修 随喜修 用自己的习气来修 选修 或者为了世俗的私欲私利 求愿 条件交换修 多生累劫都这样 导致今生有佛缘 修不回去 都不是真修 希望同修 这一世都修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